謝謝陳飛亨的介紹 剛剛他一直叫Eric Eric Eric 好像我們很熟 事實上我們真的很熟 可是很多人應該跟我不太熟 所以我相信剛剛大家一定很錯 奇怪 陳先生到底剛剛一直在講誰 事實上他剛剛介紹的就是我 今天我們這個主題蠻特別的 他剛剛一開始跟大家開玩笑說 最近Windows不是要推出所謂的Windows 7嗎 那好像我們率先在Windows 7之前推出了Easy Go 7 當然我們沒有這麼的勇敢說 這個就是要挑戰Windows 7 絕對沒有這樣的一個意思 但是到底Easy Go 7它是一個什麼樣的東西呢 為什麼就是飛亨他今天會開這場工作坊 跟各位做分享 所以在介紹這個主題之前 我可不可以先做一個簡單的調查 這個調查就是 各位 你本來就知道什麼是Easy Go 7的 可不可以舉一下手 OK 反著問好了 你本來就不知道什麼叫做Easy Go 7的 可不可以舉一下手 本來不知道 本來不知道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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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應該知道也不會啦 不一定喔 知道了 你看你剛剛舉手 只有一半的人舉手 表示有的人已經知道 事實上呢 很多電腦的東西都這樣子 好像聽過 有印象 但是到底知道的程度有多少呢 這是一個問題嘛 那其實剛剛這麼問大家 一方面我也想要了解一下 假設說今天大家全部都舉手 全部都知道 我想說這麼帥的畫面 你剛剛不是這個用意嗎 好 輕鬆一點 你通常這張照片之後 好 OK OK 只要你的照片可以曝光久一點 好 OK OK 把它關掉 好 這只有你說的我才敢關 你看 好 那我先把這裡也關掉 OK 好 現在大家看到的應該還是我們的畫面 這個應該都是大家很熟悉的畫面 那事實上 剛剛這麼問大家 一方面我也要知道一下說 如果今天大家都已經知道 Easy Go 7是什麼了 那最起碼我就可以知道說 我可以先假設大家已經知道了一些基本的東西 我們再來做介紹 那如果呢 大家要是 從來沒有聽過Easy Go 7 當然我就可以稍微簡單的介紹一下歷史了 對不對 好啦 看來呢 各位可能是有一半的有 一半的沒有 那沒有關係 我先跟各位介紹一下 我跟Easy Go的關係好了 各位可以看到 目前呢 你們拿到這個Easy Go 7 你們看到的是一張 光碟片 對吧 然後呢 你拿到這張光碟片 我相信呢 如果從光碟片的畫面來看呢 你可以看到幾個資訊 我們一起來看一下 比如說 在Easy Go 7上面 各位看到的是 自由軟體應用推廣光碟 對吧 有齁 所以咯 這塊光碟片呢 是跟什麼 自由軟體有關的 換句話說 菜座的各位 我們待會一定會跟各位介紹到 所謂的自由軟體 當然 大部分呢 談自由軟體相對的 就是在談什麼 商業軟體嘛 一定是這樣子 那Easy Go 7呢 那基本上它是以 各位可以看到 欸 如果以這一塊光碟片的最下面 各位看到的 Ubuntu 9.04 那Ubuntu又是什麼樣的東西 我們Easy Go 7的最下面 竟然探討的 竟然跟各位介紹的是 Ubuntu 9.04 中文體驗版 那 這又是什麼東西呢 所以咯 我可不可以簡單的問一下各位 你本身已經有用過 Ubuntu的朋友 有用過Ubuntu的朋友 可不可以舉一下手 確認一下這件事情 好 那同樣的 看舉手不勝勇業的情況之下 我們應該再問另外一個方向 沒有用過Ubuntu的朋友 可不可以舉一下手 喔沒有OKOK 好好好 經過了這樣正反兩面 我想這樣的問卷 可能會比較正確一點點 好啦 那沒有關係 待會呢 換句話說 我們介紹的內容一定跟Ubuntu有關 那Ubuntu跟什麼有關呢 跟Ninus有關係 那什麼是Ninus 好啦 沒關係 反正我們今天介紹的相對的就是Windows 好 跟這些內容有關 然後呢各位也可以看到 因為在這塊光碟片上面呢 有看到一個教育部的一個logo 那換句話說 EasyGo7背後support這個計畫的 當然就是教育部 來支持這個計畫的一個進行 好 以上呢是簡單的 讓各位了解一下這塊光碟片 然後呢 各位把這塊光碟片 然後呢 看到它的背面 各位有沒有發現到 OK 在這個光碟片的後面呢 各位可以看到 想要玩Linus 卻不想改變電腦的現狀嗎 有沒有 你可以看到這裡邊 有關EasyGo的一些基本的介紹跟引導 對吧 然後呢在最下方 各位可以看到中間有所謂的使用說明 有沒有看到Linus的Live DVD的體驗 還有啊 Windows下的自由軟體體驗 欸 那是不是表示說我們這塊光碟片 它可以在Windows底下體驗 也可以在Linus底下體驗 那因為呢 我們今天 要跟各位分享的主題 叫做Linus出體驗對吧 所以咯 我們呢 就很快的 就跟各位進入 這塊光碟片的使用 好不好 換句話說 EasyGo7所代表就是這張光碟片 而這張光碟片呢 你拿到 你看到後面 你看到它的使用說明 會告訴你說 欸 它是可以在Linus底下體驗 也可以在Windows底下體驗 那我想我們今天就利用 兩個半小時的時間 完整的跟各位介紹 有關這塊光碟片的使用 好不好 好 那我先開始呢 來跟各位做一個簡單的一個介紹 那我現在呢 回到我的畫面 那 OK 我想呢 如果可以的話 我們就一起把光碟片放進去 一起來體驗 好不好 所以各位 先放你們再放 好不好 那我現在呢 當然大家的畫面都是我的畫面 對不對 有誰還沒有拿到光碟片的 沒關係 還沒有光碟片的 那請那個 陳飛恩同學再幫忙大家一下 沒有光碟片的舉手一下 讓他知道一下 對 好 嗯 換句話說 我們今天的重點 就是跟各位介紹這塊光碟片 好 那我說從這塊光碟片的背面 我們就已經知道說 欸 這塊光碟片原來 可以在Windows底下使用 也可以在Linux底下使用 那我想我們現在電腦打開來 應該都是在Windows的狀態之下 所以我們先一起進入Windows的狀態 把光碟片放進去 好不好 好那我現在呢 我們就把光碟片放進去 OK 好 我把光碟片放進去了 當然你們可以先 待會再放也可以 或者是現在放也可以 那最起碼我們可以一起來體驗一下 當我把光碟片放進去之後 會有什麼樣的變化 OK 好 光碟機的名稱已經改變了 叫做EasyGo7 如果你的電腦 把光碟片 你把光碟片放進電腦裡面 你看到的 這個光碟機 出現這個圖示 名稱變成EasyGo7的時候 各位 如果它沒有自動播放的話 沒有關係 你只要快點兩下 開啟就可以 當然喔 在這個地方 你可以看到 欸 這邊呢有一個執行檔 那應該這麼說 這邊有一個說明的頁面 我相信大家都很清楚的知道 大部分喔 一些軟體的說明 都會叫做Read Me 讀我這個檔案 好啦 那如果說它沒有自動播的話 我們主動把它開啟 好 好 各位 這個時候呢 你就會看到 欸 有出現這個畫面 而這個畫面 有些時候它是自動產生的喔 那有些時候就必須要手動 OK 各位了解我的意思喔 好 那我們現在先來做這件事情 好不好 我把畫面切換給各位 我們先把光碟片放進去 然後呢 把這個畫面打開來 好 我明明切換給各位 如果那個光碟已經沒有上出來 如果那個光碟已經沒有上出來 所以我呢 那這笑場就不能拿來 我不會又不是在那身上 你不開是 我沒什麼 看到對 那你不見 我一定不見 heavily 你可能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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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在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然后呢 我们的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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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都是 为什么说 感谢观看 通过什么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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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刚 感谢观看 那 然后呢 感谢观看 我现在呢 感谢观看 有关 感谢观看 好 各位可以 给各位看 也就是说 然后呢 还有 跟观看 思维来做这块光碟片 他们一定用一个国际的思维 这很合理吧 做完了之后 当然就是每一个地区来接力 我们是台湾 我们使用的是繁体中文 我们当然就来接手 把这个光碟片变得更好用 那做了哪些事情 就是我刚刚说的这些Tuning的过程 那我现在要跟各位表达的是 第一个 技术上 现在已经可以把这些东西调整好 装好之后 变成一块光碟片 然后呢 继续流传下去 第二个 技术已经克服了之后 接下来你会发现 有些时候光只有技术是不够的 还要有什么 还要有授权方式这件事情 如果我今天包进去的这些软体 都是有所谓的 受到著作权保护的 那基本上 这个光碟片 是不能够烧录在光碟片上面 不能够这样子传递的 但是自由软体的精神是什么 自由软体的精神呢 就是它不只可以让你合法免费的使用 很重要一件事情是 你可以把它烧在光碟 然后跟你的朋友分享 我最近刚好有一系列针对 因为我目前负责教育部的计划 然后有一系列针对大专志工 全国大概有一百多队的资讯志工 那是大学生嘛 那我这一系列 对他们的演讲的主题 因为有两个小时的时间 是我对他们介绍 自由软体的对动 各位知道吗 我的题目是什么 我的题目是 离开之后我们可以留下些什么 我相信各位可以了解 为什么定这个题目 因为担任过资讯志工就知道 我们很高兴的去偏向地区 然后带了一个软体 教小朋友教会了哦 小朋友说 老师这个软体很棒 可是我家没有 各位 这时候你可以说 那我放一片在这里 你们知道意思哦 OK 各位了解我 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到 我就问那些学生说 当学生问你这样的问题的时候 你觉得你是资讯志工吗 还是你是那家公司的sales 因为你介绍完了之后 学生是问你 我如何有这样的光碟片 当然是要买的啊 各位了解我的意思 这个时候回过头来 我们就在思考一件事情 我们台湾的资讯教育 我们是热门软体的教育吗 没错 在台湾就是热门软体的教育 真的是这个样子 但是呢 我觉得像我会对这些资讯志工 有一个期许 就是希望他们对资讯应用 会有不同的观点 知道到底是哪一些软体 真正对这个学生有帮助 对教育有帮助 我相信大家都可以认同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现在的小朋友 还需要教他们学电脑吗 应该不需要的吧 电脑给他 他比我们厉害了 你会发现 我们现在需要给小朋友的是什么 怎么样用电脑做学习 这才是最重要的 那怎么样用电脑做学习 很重要一件事情是 你看 如果我们只是给他一个作业系统而已 那不是很可惜吗 你会发现到 在easygo里面 我们不只给他一个作业系统 我们还把教育类 这么多的应用软体 都包含进来了 我想这是更重要的一个价值 所以各位你看 我刚刚跟各位提到的 除了官方网站 它有这些内容之外 最重要的 我们做的这些tuning 那这些过程呢 你会发现 我遇到了很多的困难 安装我遇到了这些问题 中文遇到这些问题 使用遇到这些问题 设定遇到这些问题 然后又有这些问题 好 各位 然后呢 我做完了第一版之后 我就把它放在 我就把我的这个资料 我就寄给一些伙伴们 有没有 我现在让各位了解到 easygo怎么制作出来的 那我就做完了这个之后 遇到了很多的问题 我就再把这个问题呢 发到网路上 那我现在很快地 跟各位介绍一下 我们的计划 好 在你们的光碟片上面 就有这一个 各位你有没有发现到 哇 现在的技术已经这么好了 我需要做网路设定吗 因为刚好这一间教室 它是属于动态NP 它自动会抓的 我就可以直接 可以上网了 这是我目前服务的计划 跟网站 那各位可以看到 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有一个叫做 WeStar社群 好 我点一下这个社群 在这个社群里面呢 我们有做一个叫Wiki 共笔 那这个部分呢 待会再跟各位做介绍 那你可以看到 在这个Wiki共笔这里面呢 你有没有看到 OK EasyGo7 Beta 测试回报 你就知道为什么 我刚刚会列出一些感谢的人 因为我刚刚跟各位介绍到说 我整个制作好中文环境各项设定完了之后 我再把问题挑出来 问题挑出来之后 我们再把这一些带解决的问题放上去 然后有一些老师在告诉我们说 比如说这次二龄国小的季老师 他告诉我们说怎么样解决 各位了解我意思 这不就是自由软体的精神吗 在共创共享的基础下 然后大家把这些问题解决 然后我们再把它整理成你们现在看到的光碟片 然后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各位可以看到意见回馈等等的 为什么要跟各位谈到这个地方 因为 我的想法是这样子 如果你不知道这个过程 你可能觉得它只不过是一片光碟片而已 我希望让大家体验以下这个过程 至少你会知道说 原来这一块光碟片 它是怎么样制作出来的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除了有这个计划之外 跟各位介绍一下 在Wiki这个计划 我们就是帮各位把一些 办公美工影音网路教育游戏 这样的结构的内容 做了一个整理 那各位比如说在教育内 各位有没有发现到一件事情 有了这样一个整理 我是不是比较了解 原来自由软体跟数学有关的有这些 跟化学有关的有这些 各位了解我的意思 有了这个整理是不是更好 那你看哦 除了这些整理之外 我们又帮各位收入进来 跟没有收入进来的差别 你看这边就没有教育内 换句话说官方版本预设是没有教育的 那我们现在帮各位整理进来之后 好处就是说 那哪一些是比较适合在台湾的教育界推广 我们也把它收入进去的 各位了解我的意思 那这些软体总要有人来做成中文吧 所以目前呢 我们也跟陈飞亨那个 他们的自由软体制造厂合作 那我们也开发了这个中文化的一个平台 那各位知道一下 这里面呢 这里面呢 我们一样也针对办公美工影音网路教育游戏 我们也整理了一个中文化的平台 那这个地方各位稍微知道一下 好以上呢 是跟各位介绍整个easy go的制作 然后各位未来 如果你们有任何的问题的话 我们这边也有所谓的讨论区 各位可以把问题po在这里 然后呢 我们尽可能的回答各位 比如说 好 有人制作了USB遇到的问题 那最起码 各位你看你把问题po上来 至少我们知道说 哦 这可能是什么问题 好 告诉你怎么样解决 除了告诉你怎么样解决 我们也告诉你怎么样预防 可以吗 这个待会也会介绍到 各位了解我的意思 所以你会发现到 这个就是自由软体 跟我们所熟悉的商业软体 不一样的地方是 你会发现 自由软体多了什么 使用者参与 而这个使用者的参与呢 的决定权就在于个人 如果你觉得 这件事情是有意义的 当然就欢迎大家一起来参与 那如果你觉得 这件事情没有意义的 当然你也可以选择不参与 但是这件事情 它会继续存在的 好 这是我希望让大家能够体会到的 好 那看完了这个地方之后 我想我就把画面切换给各位 然后让各位体验一下 那待会呢 我们就再来完整的介绍一下 那EasyGo 还有哪一些值得 大家在深入讨论的地方 还有深入体验的地方 好 那最后再给各位看一下 这些东西 你看一下 我只要给各位看一下 这个部分 我不是说它不好 因为它一定要based on 一个某一个基础 那以这个部分来对照 对照我们的EasyGo的话 你会发现比较特别的一个点 在于说 我让各位看一下这个 比如说EasyGo这里 然后好吧 我就用这个 好 Windows下的教学好了 各位 你看哦 我们在EasyGo的精神在于 我们帮大家在前面这个地方 有没有加上中文的注解 我用教育可能更明显 各位 你还没认识这个软体之前 至少你知道这是数学软体吧 各位了解我的意思 那 这是第一个重点 第二个重点是 我们帮各位排序好 跟 你看这样子 没有排序 就是 一堆软体 这是有差别的 各位了解我的意思 还有啊 像这里 一些设定 你看 这些设定 那这些设定 也是没有排序过的 那我说 我们的价值在于 帮各位加上了一些 中文的标签 再加上排序 让各位呢 一看就很容易找到这些东西 这是 这是我们整个计划 很重要的一个精神 好 那我把这个地方关掉 然后呢 画面切换给各位 那我们也利用这个时候 下课休息十分钟